嗨 大家好 欢迎回到啾啾的频道 老人斑 雀斑 肝斑是很多人烦恼的问题 那这些色斑呢会出现在我们的脸上啊 手上啊 背部还有腿部等等的部位 它不仅影响美观 还可能影响到我们的自信心 而且随着年龄慢慢增长 这些斑呢 情况也会越来越严重 不同类型的色斑呢 它有不同的成因 其中包括过度曝晒啊 激素变化 遗传 还有皮肤疾病跟衰老等等的问题 常见的斑点分为先天性跟后天性的 到底怎么分辨呢 如果你的斑出现在学龄之前呢 就是先天性的斑点 如果是青春期之后的斑点 就是后天性的斑点 那斑点的形成分为深层的跟浅层的 浅层呢有雀斑 晒斑 还有老化角质 那深层的斑就有肝斑啊 全骨斑跟蒙古斑 还有胎记 所以不同类型的斑呢 形成的原因有不同 所以要先了解各种斑的形成原因 这样才可以选择使用最适合的去斑方法 以下有三个主要的成因 第一个就是荷尔蒙失调 荷尔蒙对于维持身体正常运作真的很重要 如果我们体内荷尔蒙变得不太平衡 或者是我们刺激黑色素细胞增多 就会形成各种类型的斑 这种情况常见于怀孕 产后的妈妈或者是更年期的女性 因为我们体内的雌激素产生激烈的变化而生成的 那第二个原因就是黑色素的沉淀 长期慢性的摩擦也会造成黑色素的沉淀 那刺激黑色素沉淀导致我们的皮肤角质 增后久而久之就会形成难以消除的斑点 特别是我们经常戴口罩啊 口罩长期在脸上摩擦摩擦 这样子也会形成斑点 那第三个就是比较常见的就是紫外线 紫外线真的是我们皮肤最大的敌人了 除了可以引起皮肤提早老化 紫外线也会刺激到我们皮肤中的黑色素增加 因为他们黑色素增加就是要保护我们的皮肤 免受紫外线的伤害啊 所以在增加的同时皮肤也会产生过剩的自由基 那同样也会导致我们皮肤的黑色素沉积 久而久之就会形成雀斑太阳斑等等不同的斑 那我相信我真的是 我身边的朋友也有饱受这些斑点的困扰 那这个斑的形成种类有很多 雀斑 黑斑 太阳斑 黄鹤斑就是干斑 还有老人斑 如果要想去掉这些斑呢 我们等一下告诉您怎么做 我们先来进入今天的健康全品观时间了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款被称为来自天堂的果实 它叫做木鳖果 它的营养成分呢堪称地表之冠 美国 日本 德国 法国 还有越南都相继对于木鳖果 超强的营养素发表了研究报告 那它的茄红素是迄今所发现的抗氧化最强的类胡萝卜素 它的抗氧化能力百倍于维生素E 木鳖果所含有的茄红素是番茄的70倍 β胡萝卜素是胡萝卜的10倍 玉米黄素是黄玉米的33倍 维他命是橙子的33倍 它是蔬果中抗辐射抗氧化最好的选择 那茄红素呢它其实是一种天然的色素 可以帮助降低我们体内的坏的胆固醇 它可以避免动脉硬化还有各类的心血管疾病 并且它还有抗氧化抗老提升人体的免疫力 那茄红素呢对于抑制肿瘤细胞啊 预防癌症也有帮助的 特别是肠胃道的癌症还有前列腺癌 木憋果不仅是茄红素成分高 它的类胡萝卜素是胡萝卜的10倍 类胡萝卜素会在我们的人体转换成维生素A 维生素A大家都很清楚了 它可以帮助维持我们眼睛的健康 预防夜盲症肝野症包括黄斑部病变 那他每100公斤的木憋果才可以萃取12公斤的木憋果萃取液 吸收效果是比较快的 那这个产品是在台湾本地种植 而且他是农药跟重金储检测报告均是无检出 那这个产品也投保了1000万的产品责任险 大家可以放心的使用 今天我们也给啾啾的粉丝哦 有优惠就是买二送一 如果你直接order的话就是直接发三品 产品的链接我放在了影片底下的说明区里面 还有评论区里 那我们回到刚才的话题 在日常生活中呢要怎么样预防这些斑呢有哪些方法呢 其实调整日常习惯是控制跟减少斑形成一个很重要的步骤 因此想改善斑的问题就要注意四点去斑的方法 第一个就是防晒 注意防晒日晒呢是斑形成主要的外部原因之一 持续曝落在紫外线当中就会使我们的皮肤产生黑色素 这些黑色素是作为就是抗光的自然保护反应 因此呢即使你是在多云或室内日光照射的日子里 每天使用防晒霜很重要 最好使用SPF30以上或是PA++++三个加 或者如果使用SPF50以上PA++++也是预防色斑形成 还有皮肤老化的重要步骤 第二个去斑的方法就是建议大家有充足的睡眠 睡眠对于皮肤健康真的很重要 最好是7到8小时 因为充足的睡眠可以帮助皮肤细胞修复还有再生 减少氧化压力 那这样就可以帮助减少黑色素的沉淀 还有色斑的形成 那这个是需要长期的习惯才可以逐渐看到去斑的效果 那去斑的方法第三就是可以吃一些去斑的食物 虽然它的效果并不是那么那么的显著 但是其实还是有一点点的帮助 同时这些食物对我们健康也是有帮助的 那第一个呢 还有维他命C丰富的食物 像是奇异果啊草莓菠菜红椒 维他命C呢可以帮助抑制黑色素的生成 减少色素的沉淀 可以帮助去斑美白 那第二种是维他命E丰富的食物 像是坚果杏仁莲子芝麻花生牛油果等等 维他命E可以保护我们的皮肤细胞免受自由基的伤害 那也可以帮助抑制黑色素的生成减少色斑 第三个就是还有花青素的食物 像是紫薯啊葡萄啊蓝莓黑莓还有滋橄蓝等等的 那花青素可以帮助抑制黑色素的生成跟沉淀 也是有去斑的效果 第四个呢是含有叶酸的食物 像是绿叶蔬菜啊豆类坚果鱼类 叶酸可以帮助促进细胞的再生跟修复 同样可以帮助改善皮肤的色素沉淀问题 那第五个就是避免吃尽含高感光的食物 你吃完这些食物呢 尽量不要立刻马上的去晒太阳 比如说柑橘类的水果啊香茅啊芹菜啊 红酒啊姜黄番茄 这些高感光的食物会增加皮肤对紫外线的敏感度 使色斑会形成 想要去斑的话 吃了这些食物建议不要立刻到太阳光底下去晒 好那去斑的方法第四呢 就是保持皮肤的保湿 因为干燥的皮肤更容易受到环境的损害 包括色斑的形成 所以使用一些天然保湿成分的保湿产品 就可以帮助保持皮肤的水分 减少刺激跟保护皮肤不受外界因素的侵害 在市面上有很多去斑的产品啊跟疗法呀 很多人更加喜欢这种天然还有没有化学添加的解决办法 我们介绍两种天然有效的去斑妙招 帮助你改善肤色简淡色斑 同时还可以保护我们皮肤的健康 第一个方法就是柠檬汁淡斑疗法 因为百克的柠檬还有维生素C大约30毫克 当柠檬含的柠檬酸跟多分类结合之后就可以达到加成作用 是很好的抗氧化剂 可以帮助体内清除自由基抑制癌细胞的生长 同时可以达到美白还有淡斑 同时促进我们体内胶原淡斑的生成 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不要把柠檬拿来直接敷脸哦 不但补充不到维生素C更可能引起黑色素的沉淀红肿 而且使用柠橘类的精油也要留意防晒 那就可以阻断这个光敏感皮肤炎的问题了 那第二个呢就是如晦凝胶修复 如晦呢被认为是有出色的修复功能的天然成分 不仅能够镇静晒伤的皮肤 还可以有效剪淡色斑促进皮肤的自然愈合 如晦里面还有多重有益皮肤的成分 像是黏多糖类还有氨基酸以及维生素E 那这些成分都能够深层滋润我们的皮肤 促进细胞更新 还可以抑住黑色素过度的存积 那除此之外呢如晦里面的抗氧化剂 还可以抵抗自由剂的损伤 减少色斑的进一步恶化 那使用的方法很简单 你可以取新鲜的如晦叶 把它剖开只要里面其中的凝胶的部分 那第二个步骤就是把如晦凝胶涂在 有色斑的部位轻轻按摩几分钟 第三个步骤呢就是让凝胶自然的风干 三十分钟之后再用清水冲洗就可以了 第四个步骤每天早晚使用 坚持一段时间 半会逐渐的淡化 那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 其实乳晦是属于低过敏性的成分 大部分的肤质其实都可以接受 不过如果有一些皮肤极其敏感的人来说 建议在使用前用小面积的皮肤来测试一下 比如说耳后啊 皮肤来测试一下 看看你有没有过敏 那最后呢 啾啾还是有个小叮嚀要告诉大家 就是斑的治疗是否适合每个人 或者是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够看到去斑的效果呢 其实根据不同的治疗方法跟体质差异 去斑的效果跟时间会有所不同 如果比较轻微的斑点可能只需要一个就是 Picolaser就是皮秒激光去淡斑的治疗疗程 就可以消除了 那如果是比较深层的斑点 可能需要两到三次的疗程 可以达到显著的效果 那使用去斑的食疗或去斑的护肤品 或者去斑的精华啊 去斑的药膏的话呢 需要坚持比较长的时间 那大部分就是半年之后才可以见效 那去斑治疗是否适合每一个人呢 其实不是每个人都适合进行去斑的治疗 有些人可能有特定的皮肤问题 或他你可能有些健康状况 就不能进行去斑的治疗 另外我们还要特别提醒 如果您是孕妇或者是哺乳期的妇女的话 也不宜进行去斑的治疗 一定要问一下主医生 你到底适不适合才能够进行去斑的治疗 最后就还是要给大家做一个总结 因为你如果想要有效的淡斑 需要综合考量你皮肤的实际情况 那因为每个人的肤质真的不一样 在选择天然去斑的方法的时候呢 要根据您自身的健康状况 来进行适当的调整 同时最重要还是要长期坚持 我相信大家都能够拥有更加均匀 而且亮泽的肌肤 希望今天的节目内容呢 您会喜欢如果你身边有在抗班的朋友呢 欢迎把这期节目分享给他们 好的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咯 拜拜